全國焦點 繼續來看 台南提出的ECFA 共同體驗 已經被共申會在過切時補回 大家也是很關心 在這裏中是幾乎記者會 公開接議說 共申會各社跟這款環境是在哪裡 也表示要邀請十字的共申會委員 透過的論壇也是辯論 直接跟民眾來對話 由台南發動的ECFA 共同體驗 6月3號 讓共申會博會 引起部分的學者公開接議 由學家因素組成的陳舍 再去股行記者會 要求要跟共申會委員直接對位 讓共申會罪得這麼少跟他檢驗 陳舍的責任這次 公民投票是憲法保障的基本權力 不管共申會的題目是贊成還是反對 都可以透過共申會來表現 不可以接受共申會以提案的題目的立場 不改變現狀作理由來鼓掌 甚至這期 共申會這款環圍 只能對共申會案作停輸的審查 不可以有使節的審查 加上共申會委員由總統提名人民 竟然也會受到進黨的操作 這些共申委員就變成是傀儡 他們只不過是在執行 某一個政黨的意志 如果是這樣的話 我們會覺得很悲哀 陳舍也表現透過一人一部的方式 邀請共申會委員直接辯論 還希望討論會模式 向共申會感謝會公開對委 李清共申會感謝 做未來共申會修煩的功夫 也是老漢林 台北報導